1.珍宝格双盘丝冲三连冠 在1922连复战的报名图当中 珍宝格带上了两个盘丝 盘丝可以打篮 静样也可以双落花配合地听海 绝对是花招十足 珍宝格的目标也非常明确 那就是冲刺2022年的复战三连冠 2.珍宝格打成14G进台神马善恶 近日珍宝格又打成了一只14技能进台 神马善恶魔童 随着团队进台宝宝的大量增加 珍宝格在复战宝宝的质量方面 又建立了绝对的优势 3.普陀山11技魔童打善恶掉进台 有主播阿海操刀 帮普陀山复战老板的11技能进台魔童打善恶受绝 令人遗憾的是 善恶直接覆盖了进台 这个魔童也瞬间贬值了安倍 4.骑云楼不带3000万战神 7月份是骑云楼扶风老板的生日 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 是要启用3000万战神直接冲冠的 不过因为几位新老板陆续加盟 他们将启用战神的时间推迟到了9月份 5.浩文21回合战胜吴晴 浩文与吴晴两人只要在建会中相遇 都会让双方的粉丝激动不已 昨晚 双方同阵容同阵法对决 浩文全程优势 把11回合获胜 开心到咳嗽了好几声